大家好我是布小厨 每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我们村里面就会有人来卖北方馒头 我们村里面的小孩子都喜欢吃 那我的孩子也不例外 经常就是趴在窗户里面 一直喊馒头馒头 但是那种人可以经常吃的话也不太健康 因为糖精会比较多 所以今天打算给他们做一个红糖馒头来吃 首先准备90克的红糖 倒150克的开水 给它搅拌融化 一定要把这个红糖彻底给它融化 而且这个水一定要放到三四十度 就是不烫手的时候再倒入酵母 不然的话它的活性就会被烫死 红糖水酵母以后倒入三颗酵母 然后给它沾沾化看一下 朋友们我这个酵母是赖高糖的 如果是普通的那种酵母的话 最好是跟面粉先混合了再倒糖 因为我这个是赖高糖的 所以不怕这种糖水 接着盆中倒入300克普通面粉 也就是中筋面粉 然后少量多次的倒入糖水 像这样简单抱团 然后加入三颗食用油 我用的是玉米油 然后上手揉 揉成光滑的面团 前几年全做很流行这种红糖馒头 而且个个都开花 非常的蓬松 那个时候一块五一个 那时候我们好喜欢去买 现在好像这几年就好像又没有了 可能是大家都吃腻了 很容易被淘汰掉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一层保鲜膜 花椒做两倍大 接着我们准备一些红枣 剪成小粒 这个红枣也是我家孩子很喜欢吃的 就有时候我炖东西加几克进去 他们还会在汤里面找红枣吃 朋友们这个红枣去盒够后大概70克 我们等一下给它加到馒头里面 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里面都是蜂窝竹子 按板上少少许干面粉防粘 把面团移上来稍微摊平 然后加上红枣 接着就这样揉 揉的时候也可以排气 顺便把这个红枣也给它揉到里面 大概需要三四分钟 然后给它搓成长条 然后切成同等大小的小剂子 我这边切的是七分 刚好我们七口人 然后取一个面剂往里面揉 就是打圈圈的揉 这样子它底部才会光滑 朋友们看一下揉好过后 底部是这种光滑的 那表面这边就是坑坑洼洼的 我们等一下蒸的时候 等一下这个就会开花了 稍微整理一下 像这样 如果不想揉的朋友也可以这样子 先整出一个光面的 然后给它翻过来 这样整理也是可以的 朋友们全部包好过后 先不要着急 整让它二次醒发15分钟 这个是做馒头 就是铜松不发印的关键 熟用锅拆除不锅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15分钟 焖5分钟 各个都开花了 底下是我三个小孩子的比较小 朋友们看一下 真的超级的蓬松 而且各个开花 妈妈 你为什么不要走路呢 走路干嘛 走路才方便呢 走路奶奶拿一个大鱼 拿一个大鱼 你不想让奶奶开车去那里想要走路 不想方便 你猜妈妈今天给你做了什么 我不知道 妈妈今天给你做了什么 妈妈今天给你做了什么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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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们不是四五点的时候 都超级想要吃馒头吗 那个北方馒头 馒头 北方馒头 你们也有包那个巧克力 那个甜甜的那个香吗 有包红枣 有包红枣 对 你去看一下 好 再来 再来 买一个饮料 看着有饮料 每人四五点的时候 别人来卖馒头 就是 跟弟弟同样的 就一直 馒头 我要吃馒头 你吗 那自己做的好吃吗 自己做的好吃 好吃 两个都好吃 不小心 不小心 嘿嘿嘿 嘿嘿 好